欢迎收听 胎绿游乐园 因为这个专辑叫做出没地带嘛 出没地带 那每一个我出没的地方 那些场所我会固定做的事情 跟新认识的人新的事情 那里面都有一些故事发生 OK 那也是代表着 我心里面的某一些区块 可能是都是切割的 那有点像是分割的人 所以这里面有几分真实 几分虚拟的意思吗 有 就比如说像 专辑很核心的一首歌就是 茶无词曲 哦哦 就是我 有时候可能 心情有一点闷闷的时候 是 就会到公园 一直走路走路走路 可能我背着背包 然后可能走个两三个小时 也有可能 哪一座公园啊 当然圣灵公园 走一圈就不止了 没有我通常是走适当的 小公园 哦好 我想圣灵公园 要走很久 那有时候也会走大公园 OK 然后走着走着 好像 我背着的是我的一些业障 你会不会想太多 所以我觉得 那个包包很重 但是我又不想拿下来 OK 然后我走着走着 其实事情问题有解决吗 也并没有 嗯 那我好像也去不了哪里 我也不想回家 所以一直在公园绕着绕着 那这个地带有点像是 我心里面的黑洞 我怎么样填不 我怎么样都填不满的一个 空的地方 是 对 所以这个 这首歌我就取为 茶无词曲 就是它有存在又不存在 对 虚虚实实 这跟我上次你来认识的 你完全跳 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状态 真的吗 真的 我不晓得你脑袋瓜 想着这么的 这么的弹跳 又这么的广 这样子 对 可能也是因为 就是金曲之后 嗯 然后 之前的感情 你压力真的很大 你是不是平常躺上去 睡觉都没有真的睡觉 都还在想啊 这一年来好像真的是 都是这个状况 睡眠不太好 对啊 因为你一直 就爱教育电台